其实我国的糖尿病盛行率 在18岁以上的成年人 大概有11.1% 平均每9人 就有一人有糖尿病的情况 糖尿病这种慢性病 绝大多数罹患的病人身上 是没有办法完全根治的 必须要终身跟他和平共处 绝大多数的患者就必须要 这样子好好的控制 一人郭子前的妈妈 九月因糖尿病 发败血症心脏衰竭不幸病逝 郭子前表示 妈妈30岁因家族史 罹患糖尿病开始施打胰岛素 有50多年病逝 而根据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料统计 目前全台湾约有500万人 处于糖尿病前期的阶段 大约每4人左右 就有一名是糖尿病高风险人士 我是双核医院家医科谢蔡好医师 以第二型糖尿病来说 具有家族史的人 会有比较高的风险 其他包括体重过重 甚至肥胖的人 平常缺乏运动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加 年纪超过45岁的人 风险也会逐渐上升 其实有高达4成的糖尿病患者 是没有症状的 在早期糖尿病的初期 症状通常不太明显 到了糖尿病发病几年之后 可能渐渐开始会有一些典型的症状 包括三多一少 多吃多喝多尿以及体重减轻 除了这些典型症状之外 也会有一些像是疲倦 虚弱无力 手脚麻木 皮肤搔痒 然后伤口愈合不良 以及甚至男性会有性功能障碍的问题出现 其实糖尿病的人 我们可以想象 他的全身的器官就是泡在糖水里面 在血液里面的糖分升高的情况之下 可以分为两类的并发症 是大血管的疾病 以及小血管的疾病 以大血管疾病来说 比较严重的有像是脑中风 心肌梗塞 以及足部的病变 也就是所谓的糖尿病足的病变 那糖尿病足如果没有好好治疗 好好的照护的话 有可能会引发截肢的风险 那另外小血管的疾病方面 主要有三类 分别是视网膜病变 肾病变 以及周边神经病变 每一类到了最严重的情况 其实都对我们的生活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像视网膜病变如果没有早期治疗的话 也有可能会有失明的风险 那肾病变的话 以我们国人来说 是最后就会演变成洗肾的阶段 目前国内洗身人口的大众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 那再来呢 周边神经病变呢 也会造成生活上的很不方便 我们常常会听到 像是戴着手套或是穿着袜子的部位 都会有麻木甚至疼痛的情形出现 其实糖尿病这种慢性病在绝大多数罹患的病人身上 是没有办法完全根治的 必须要终身跟他和平共处 只有少数的病人可能因为疾病的严重度比较轻微 所以他可以透过生活形态的调整 包括积极的运动 然后饮食的搭配 然后达到良好的控制体重 这样子有可能可以根治 那其他绝大多数的患者就必须要终身服药 定期回诊治疗 接受抽血检查 这样子好好的控制 目前糖尿病的治疗 可以分为非药物治疗以及药物治疗 那非药物治疗就像刚才提到的生活形态的调整 积极的运动 然后饮食调控 然后注意体重的增减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药物治疗的部分呢 又可以分为口服药 以及注射药 那目前呢 医师会根据患者的严重程度 去开立口服或是注射药 那以往的患者可能会担心注射胰岛素的不便 一天要打好几次 那现在胰岛素 甚至其他的注射药物比较进步了 所以说可以有长效型的胰岛素 甚至也有一些其他的注射药物是可以 每周只要打一次的都有 如果药物的使用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的话 通常医师会开立慢性连续处方签 那这个情况就是只要每三个月回诊 那回诊前一个星期要进行抽血或是验尿的检查 来监测这个病情的发展 对所以只要三个月回诊一次就可以了 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建议上来说 我们会建议是均衡的六大类食物摄取 并没有说哪一类的食物特别不能去食用 我们通常会提醒患者一些高升糖指数的 例如淀粉类然后像是饭面面包 然后以及一些像蛋糕甚至是水果类都不能够摄取过量 应该要遵照国建署建议的六大类食物的摄取标准 其实我国的糖尿病盛行率呢 在18岁以上的成年人大概有11.1% 也就是平均每9人就有一人有糖尿病的情况 那糖尿病生成的基转相对来说呢 有所谓的八大基转 所以说很难我们针对其中一点去控制 也因此呢我们都会鼓励国民采取健康的生活形态 包括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 然后饮食方面的话呢均衡饮食 那生活作息尽量规律正常 而我们国建署也有提供公费补助 40岁以上成年人有每三年一次的成人健检 65岁以上老年人有每年一次的老人健检 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及早发现糖尿病 进而能够采取积极的介入措施 因国人饮食高糖缺乏运动肥胖等因素 卫福部健保署最新统计 111年罹患糖尿病人数高达256万人 死亡人数有12289人 位居国人十大死因第六名 医师表示糖尿病虽无法完全根治 需终身与之共存 但现在医疗技术发达 若积极配合治疗 只需每三个月至医院回诊 即可稳定病情 以上就是本期健康聊天室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 喜欢我们的健康聊天室吗 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 而忠实新闻网的会员制也开跑了哦 欢迎加入会员 就能准时收看我们的独家影片 MING PAO CANADA保У